CBC在救世檔 你說 我在聽 對 對 我知道 巴厘島 分手 剛接到一個好朋友的電話 他跟我說他跟他男朋友分手 問我能不能剪掉他男朋友的部分 我說 問我幹嘛 去問五金行啊 你去問五金行比較快吧 他說不是 是影片的事情才會問我 影片的部分很簡單啊 你就直接在你的影片當中 你就把它加一個豬頭 加個貼紙 這樣不就OK了嗎 他說沒有 他希望 直接把它拆掉這一段影片 填補其他的影片進來 因為出國的影片 他還是想要把它留下來 只是說某些部分他想要把它刪掉 OK 來 點印在540版本之後呢 有一個功能叫 音頻分離 好 現在示範一次 這個是我 原本的一個片段 先點選影片 選擇 音頻分離 點下去 那他就把我們的 影像跟聲音 去做一個分離的動作 那你只要再針對 你想要拿掉的那個片段 我拿這個 SandySood的 這一段來做示範 好 我這邊我做一個 切斷的動作 然後我到後面這裡 一樣做切斷的動作 那我中間這一段 我直接 點選 替換 然後選擇 我想要放進來的影片 我選擇這樣的 1.9秒 1.9秒直接去做替換 那我不要讓他有聲音 直接配音樂 OK 然後動畫沒有匹配到 抖路放大 那我就跟著選一樣的 來 我們看一下效果 音頻分離的部分 所以我們就可以藉由 這樣的一個方式 讓我們把聲音跟影像 分開去做一個處理 那當然音頻分離也有一個特點 就是你也可以利用音頻分離實行 包含像我們講這個 L Cup 跟 Z Cup 就是讓聲音跑在影像的前面 或是讓聲音跑在影像的後面 產生比較融合的一個畫面的效果 這也是可以做到的 OK 那這個就是音頻分離的一個效用 大家趕快去分一分吧 我是說音頻分離 玩玩看吧 玩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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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玩 by bwd6